習近平強調,他真是與總統普京的商戶信任和友誼 當前中俄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時期,超越雙邊範疇 雙方要將高度政治互信轉化為更廣泛的務實合作成果 不斷加大商戶政治支持,加快戰略性大項目合作 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和配合 習近平說,歡迎普京下個月對中國進行國時訪問 中俄雙方要充分準備,突出更多合作亮點 而拉夫羅夫向習近平轉達普京的祝願,並通報俄方在烏克蘭問題的立場 習近平講述中方立場和主張 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德國總理通電話 表示烏克蘭矛盾升級,只會令該國邁向內戰邊緣 聯合國安理會日前就烏克蘭召開緊急會議 烏克蘭上駐聯合國代表謝爾·蓋耶夫指責佔領烏克蘭多個城市機構的集會者 為烏克蘭當局展開的反恐行動辨解 而中國上駐聯合國副代表黃文表示 解決烏克蘭問題涉及各方利益和關切,應兼顧平衡 繼續通過政治和外交途徑、離合分歧 在法律和秩序框架內解決 小島記者麥長紅報導 小島記者麥長 小島記者麥長